哈囉大家好 有聲音嗎 應該有啦 啊那個 OK有些聲音應該也有了 喔現在 現在這個關卡是 小心點 現在這個關卡是 呃跟 一些玩家一起合作 打的 一個活動關卡 他應該是中 呃呃呃那個 神經闖動虎的那個 中次郎吧 這是會弄那個縮地 那個很快 跳跳去那個 中次郎 拜訓中次郎 OK 然後你可以組隊去打這個 活動或者是個人去打 那如果說 你等級人低打不贏就可以組隊 那基本上感覺 呃以現在遊玩下來的 感受啦 以活動來說基本上 的那個 卡片角色你打初級就會拿到了 啊只是你要練啊 這對新手來說其實還蠻 蠻人性 欸這叫什麼就是蠻友善的 對 然後 然後他BOSS他會一些禁銷珠啊之類的 或是 防禦無效化啊 每回合會不一樣 然後底下就是一些 友情的 角色卡的技能 可以增加攻擊力反應 跟那個 轉換那個氣泡的版面 那其實 活動的角 活動的這個關卡 基本上是超級跟上級吧 好像就比較不好打了 以我現在的實力來說 會比較不好打 好 那你再選一下 然後就是你要選一下排出給誰 去點 然後那他那個角色的技能可以出來 所以就是 前面第一個排的很重要 鎖利鎖利鎖利出來了 好現在大部分的角色都可以發技能了 所以我們現在 看一下齁 不要用這個 提升攻擊力 提升攻擊力 他們應該會點招式的吧 快點啦 不然就白暗了 有了有了 我還在點掉兩個嗎 我還沒點 4000多 好少喔 嗯 這是什麼 兩回合6屬性的生成 必殺激化的屬性因素減少1 OK 沒什麼屁喔 為什麼他們都不點招式啊 呃 後面這三個人是 是 其他玩家 第一個是我 快點 快點按了啦 等什麼 我們把那個動畫拿掉 喔 紅色氣號沒有 紅色氣號沒有 你的回合 你的回合 他血他有多少啊 我們可以放窗期角色的技能 應該快打贏了吧 好 來 放窗期招式 欸 卡不夠 這樣 大哥 欸 在這個遊戲裡面 紅鼠性能角色通常攻擊力比較高 因為我觀察的結果 像魯夫啊 跟那個 跟那個 跟那個誰 呃 誰啊 魯夫 悟空啊不是 悟空是光 可是悟空攻擊力很高 還蠻高的 好 可以 可以放了可以放了 五四減性效果 快點按啊 有時候打很久 你知道嗎 我上次打 第一次跟人家合作打了快十幾分鐘 我看這一集也差不多 然後你死掉的話可以用紅寶石復活 那紅寶石復活大概25顆吧 那紅寶石可以用來抽卡啦 大部分的友情角色會帶那種 補血的角色 角色卡片會比較好一點 你有時候場上會沒有那個愛心珠 你就無法補血了 順便殺 綠色旗炮 可是我不消綠色旗炮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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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guys i know you guys oh oh 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人数得不错 好打贏了 然后每一张角色 哎他刚刚讲那个运我刚刚刚讲 你看他角色也 他有个运值啊 可是我还不知道那运值是干嘛 刚刚把他按掉了 就是这个运 那运不知道干嘛 反正那个应该是越高越好 我忘记刚刚弄那个 好友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目前的 那我运已经到十一了 然后他有一些任务 可以打二十次三成之后 直接送你一个运死的 可是你要打那么多次 是有时候也是蛮累的啊 没有好友好可憐哦 我竟然没有朋友 我游戏也没朋友 现实生活也没有朋友好可憐 好那那这集就先这样吧 打一个活动给大家看 好拜拜